1990年內地藝術家孫一田 年輕又養美,還有才華 他人氣極高的衝氣玩具作品系列 以其家鄉作為題材靈感 用畫筆和色彩畫出屬於中國的Kawai 孫一田最近與香港酒商合作 將作品印在酒盒上 令藝術和紅酒無縫結合 早前他帶了三幅作品的複製品來展覽 用植物、葡萄和酒神來呈現出酒的主題 其實這三張基本上是跟酒有關係的 有植物、葡萄、還有我之前畫的酒神的形象 這幅畫其實是我自己就是完全意造出來的一個不存在的一個植物 它又抽象又巨象 這個其實是我之前的一個自然物系列的一個創作 然後是把兩張畫架接到一塊兒 純粹地展現這個植物的藤蔓和葡萄 就是結合在一塊兒的樣子 其實在比如說在哲學家尼采看來 酒神它其實代表著欲望 代表著人性和放縱的情緒 所以我其實畫葡萄、畫酒神 我覺得也是跟這個葡萄酒的連結是很緊密的 我從四歲開始畫畫 長大其實我念的學校都是藝術類的學校 所以這條路就比較順其自然吧 一般我一張畫大概一個月左右 其實我覺得每張畫的創作時間都不太一樣 因為有些畫你可能非常順利 有些畫可能你中途會遇到很多困難 但是基本上我覺得每一天它都跟上班一樣 就是比如說早上90點鐘去 然後晚上90點鐘回家 在這12個小時裡面 有時候比如說是全神貫注的一直在畫畫 但有的時候可能會 你會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看看書或者是查閱一些資料 我是追求完美那種 就是那種完美主義 我畫面上有一根毛都要拿針挑掉的那種 不滿意的話我基本上都會毀掉它 可能跟我很多童年的經驗有關係 因為我從小在這個浙江長大 是一個工業生產業非常發達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從小對於這種流水線生產出來的物品 是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它們可能並不是非常的精細 或者說是那種看起來很貴的玩具 但是在我的畫中我會把它的每一個細節都描繪得非常的精細 其實有很多像跨界合作呀 也有行為 也有一些裝置 最大尺幅有六米 六米多 對 因為我們平常看到的這些玩具 它的尺度是非常小的 我們可以把它拿在手中 或者說它擺放在桌子上 但是其實我的畫 我會把它們放大到一個 比人的大小尺度還要大的一個尺寸 我今年其實四月份會在柏林有一個個人項目 十月份是在巴黎也有一個個展 一個個展的體量大概十來張 未來的目標就是一直畫下去 就是不會在某一個時刻停止 而且能夠創作出越來越好的作品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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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